高兴今天我们能够请到周天文弟兄来到当中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周老师 周老师是资深的心理辅导和治疗师 有30多年的训练经验 是心理关怀和辅导课程的特约讲师 曾经担任数间机构的特约辅导员 也是前香港晋慧大学高级心理辅导主任 现在是澳洲人际基建的总监 我们很开心在这个宣教主日 就会有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猜会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请到周天文弟兄 周老师是资深的心理辅导和治疗师 有30多年的训练经验 是心理关怀和辅导课程的特约讲师 曾经担任了数间机构的特约辅导员 是前香港浸会大学高级心理辅导主任 现在是澳洲人际基建的总监 我们很高兴今天有您在我们当中 那我也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周老师的背景 周老师我听说您的父亲是牧师是吗 从政会的 从政会的牧师 你的岳父也是牧师了 是 西尼 西尼 对 所以一个是以前在香港的牧师 一个是在这边澳洲的牧师 他是两个牧师爸爸的儿子 根正苗红 两位父亲爸爸和外父都在牧师 真的是我们红二代 信二代 信二代不能讲红二代 那您有两个孩子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大了 都结婚 都结婚了 真是 我们很高兴您在这多年来 在澳洲一直帮助我们的个人和家庭 的人际关系上有很好的成长 那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就交给您了 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 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来到这个教会 看到是一个花园这样的地方 来到这里感觉到这里好像是一个花园一样 不单止是那个环境漂亮 不光是环境漂亮 我感受到弟兄姊妹那种的热心 爱主的心都在当中 也感受到弟兄姐妹爱主的心也在当中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开始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来开始吧 主耶稣你爱我们 主耶稣你爱我们 叫我们彼此相爱 叫我们也彼此相爱 但是我们常常都软弱做不到 但是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做不到 求今天你和我们说话 恳求你今天对我们讲话 加我们的力量 加给我们有力量 给我们有明白的心 给我们有明白的心 祷告去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给他的门徒一个大使命 你帮我安好不好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我安 我说得 OK OK 不好意思 这个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传福音 这个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传福音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么耶稣也和他们的门徒说了另一个大使命 但是耶稣又跟大家讲了另一个叫大使命 大部分的文学作品 诗词歌赋 都是和爱情有关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爱这个东西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呢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爱这个东西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呢 是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 圣经说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活在爱中我们就活对了 所以我们活在爱的当中那就活对了 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如果没有父母的爱 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如果没有父母的爱 他就长大就很多不平衡 长大之后心里就有很多不平衡 如果一个人人生里面如果你各样的事情都很成功 如果一个人在人生当中的各样的事情都很成功 但是你没有爱 回到家没有人愿意跟你说话 回到家没有人愿意跟你讲话 你是否一个成功的人呢 你是不是一个成功人士呢 你会不会是一个活得开心的人呢 你是不是一个活得开心的人呢 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我相信大家心中都已经有答案了 今天的经文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今天的经文是腓利比书的二章四节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经文不是很长 经文不长 但是讲出两个重点 但是讲出了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我自己的部分 一个是我自己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人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关于别人的部分 我们活在关系当中 我们活在关系当中 除了有自己 除了有自己 还有对方 还有对方 那么在这件事上 我们今天花多点时间来思考一下 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在这方面来思考 第一大点就是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第一个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顾自己是不用教的 顾自己的事情是不用教的 BB他饿了就会哭了 像小孩子 小婴儿他饿了他就会哭 他见到一样好玩 他就就拔过来了 他看到有东西好玩 他就伸手去拿 自己的手上 拿着一样玩具 自己手上抓着一个玩具 看看旁边的小朋友 另一个玩具 看到别人手上有一个玩具 扔下自己的玩具 拿别人的玩具 就把自己的玩具撇掉 他去抓别人的玩具 那别人去拿 他那个扔下玩具呢 那别人会不会去抓 他丢下的玩具呢 帮别人去拿 他丢下玩具的时候 他就哭了 那别人去拿他丢下的玩具 他就哭了 人就是这样的 顾自己 人就是这样 他会顾自己 甚至贪心 而且会贪心 自私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的罪 圣经说这就是我们的罪 我们没有在神的爱当中生活 我们没有在神的爱当中生活 我们今天讲一讲一个 路加福音无知的财主 在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无知的财主 有一个财主他田产丰盛 有一个财主他田产丰盛 他又建一间更大的仓库 放他的粮食 他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 来放他的粮食 然后就说 我有灵魂啊 你有很多财物 你可以积存 然后他就对灵魂说 他说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了 可以安安日快乐吧 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了 你就只管安安意义的吃喝快乐吧 那神怎么对他讲呢 他说无知的人啊 今天必要你的灵魂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耶稣跟着说 耶稣跟着说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付足的也是这样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付足的也是这样 这个财主是一个有聪明的人来的 这个财主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懂得经营他的生意 他非常懂得经营他的生意 懂得去投资 懂得投资 有好好的回报 也懂得得到很好的回报 但是他想到他是谁呢 但是他想到的是谁呢 就是想到他自己 他只想到他自己 他这么丰富的田产 他这么丰富的田产 这么多的物资收入 这么多的物资收入 他没有想到去分享给别人 他没有想到去分享给别人 他就想到自己 他只是想到自己 一个不关心别人 没有想到别人的人 人生有最多的困难 一个去不关心别人的人 人生其实拥有最多的困难 我们看一下 一个心理学家叫做阿德勒 Alfred Adler 我们看到有位心理学家 阿德勒他是这样说的 对别人不关心的人 他一生的困难最多 对别人不关心的人 他的一生困难最多 对别人的损害也最大 所有人类的失败都是这个造成的 所有人类的失败都是由这个造成的 有很多人来找我做辅导 很多人来找周老师做心理辅导 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很自私 其实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很自私 又或者很自我忠心 或者是很自我忠心 两个人结婚 两个人结婚 都是出于爱 当然是出于爱 你说爱情很伟大 你觉得爱情很伟大 其实两个人拍拖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爱是爱着谁呢 但是两个人在恋爱的当中 他到底在爱谁呀 是爱对方呢 还是爱自己呢 是爱对方还是爱自己呢 当然是爱对方啦 他说当然是爱对方呀 再想清楚一点 再想清楚一点 为什么后来大家又吵架 后来又分手呢 那但是后来为什么又会吵架 后来为什么又会分手呢 就是因为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拿不到 因为你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 如果爱情是这么伟大 你看到教会某个弟兄 很久都没有女朋友 你看到教会有一位弟兄好久都没有女朋友 不如我抵得想点了 我就跟他结婚 你就说哎呀 那我就奉献自己跟他去结婚吧 出于爱的缘故 我就跟他结婚 出于爱的缘故 我就去帮他的忙 跟他结婚吧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可能有啊 不过我们没碰到 可能有吧 我们没有碰见过 所以男女之间的婚姻的爱情的开始点是自私的 其实男女之间的爱情它的起点就是自私 所以爱情能够继续走下去呢 所以婚姻能够继续往前走呢 你就要跟爱自己转化为爱对方 就是要做一个转换 从爱自己变成爱对方 其实这个本世纪的忧屈症数字不断攀升 在我们这个本世纪当中 忧郁症的患者数字是不断的攀升 我认为是跟人的自我膨胀 自我中心日益严重有关 这是和人的自我膨胀 自我中心日益有关 你找我做辅导的人有三种 来找周老师辅导的人通常有三种 就是说第一次来那些禁门中的三种 就像第一次来暗门铃的那种人有三种 因为我的办公室在家的旁边 因为他的办公室在他房子的旁边 是在车庫里进去的 就是我的办公室 也是我见人的地方 也是他见客人的地方 第一次来的人通常就去大门那里按钟 第一次来的人通常不知道 就会到他家的大门那里去按门铃 特别他们第一次来 有时来早了 或者第一次来他来早了 来早了10分钟 比如说他来早10分钟 比如说我约到他晚上8点见我 比方说约他是晚上8点见面 那他7点50分到了 7点50分就到了 第一种人就直接按门铃 第一种人就会去直接按门铃 叮咚 也很好 是不是因为按门铃 来了就按门铃 当然很好啊 来了就去按门铃 但是来了10分钟 其实我有些可能还在忙碌 但是他来早了10分钟 那可能周老师前面还有一些事情没有结尾 或者我还在忙碌 还在吃最后那一口饭 可能正在爬最后那一口饭 所以有点尴尬 所以就会有一点尴尬 那我可能就说 在那边坐吧 在办公室坐吧 所以就会带他去办公室 说好你先在这里坐 等我一下 第二种人是怎样呢 第二种人是什么呢 他来早了10分钟 所以要来早10分钟 他说那我就坐在车里再等一等 等到8点再来按门铃 等到8点整了 过来按门铃了 那我也是第二种 很好啊 那第二种也是很好 第三种呢 他来早10分钟 第三种呢 他来早10分钟 他就发一个短信给周老师 他就发一个短信给周老师 他说我们已经在你门口外面了 他说我已经到你门口外面了 我们可以等到8点再进来 我们等到8点再进来 如果你想我现在早点开始 如果你想早点开始 如果你想早点开始 我们也可以进来 我们也可以现在就进来 三种人是三种的心态 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心态 第一种想到谁呢 第一种想到的是谁啊 想到我自己 想到的只有他自己 是不是 是吧 没想到 来早10分钟是好事 不过呢 可能对对方有造成一些干扰 可能他觉得来早 当然是比来迟好 可是他来早 对对方可能会造成一些干扰 第二种呢 就是想到别人 第二种 会想到别人 放下自己 会放下自己 虽然我来早了 好像浪费了10分钟 可能我来早了 可能浪费了10分钟 但是我都想到别人 但是呢 依然是想到对方的要求 第三种是想到自己 也都想到别人 第三种人呢 其实既想到对方 也想到自己 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 在人际关系当中 或者婚姻家庭里面 在婚姻和家庭当中 我们要讲今天的圣经 就是要想到别人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要想到别人 今天第二大点就是 要顾别人的事 第二大点就是说 我们也要去考虑到对方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以为是爱对方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爱对方 但其实呢 并不是的 但其实不一定 如果要实浅外 必须要去别人的位置 如果要去实践爱 必须要走到对方的位置上 什么是对方的位置呢 就是在对方的位置作出思考 所以走到对方的位置 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 明白对方的需要 动机表达你的理解 明白对方的需要 动机表达理解 如果想不到 你先问一问对方 如果你想不到的话 你可以询问 问人家 我举几个例子 我来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教会一个女孩子 考完HSC 有一个教会的女孩子 她考完她的高考 收到一个ETA的分数 收到她的高考分数 分数不错 分数不错 教会的叔叔阿姨 都知道这件事 教会的叔叔阿姨 都知道这件事 第一个就说 恭喜你啊 你可以读法律系 第二个说 恭喜你啊 你可以读心理学 第二个说 恭喜你啊 你可以去读心理学 第三个说 恭喜你啊 你可以去读精算 第三个说 恭喜你啊 你可以去读精算 最后一个说 恭喜你啊 你打算读什么呢 最后一个问她说 恭喜你啊 但你打算读哪一科呢 前面那三个 四个人是不是都有爱心 前面这三个人 是不是都有 很有爱心啊 他们在哪个位置 说话呢 但是他们是站在谁的立场 在讲这些话 我都是为你好 我也是为你好呀 我们很多时候高举的 我都是为你好 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是高举了这句话 我是为你好 就绑架了对方 就把对方绑架了 所以前面那三个人 都是好人来的 前面这三个也都是好人 但是在一个自我中心的状态 但是是在一个自我中心的状态下讲话 第四个呢 第四个呢 她就是在对方的位置 但是她是站在对方的位置来讲话 你打算读什么呢 你打算读什么呢 你猜这个女生最喜欢听哪一句呢 你觉得这女孩子 她最喜欢听到的是哪一句呢 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已经有答案了 好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有一个女儿呢 因为同学之间的误会 有一个女儿 她因为同学之间发生误会 有人就在Facebook那里批评她 有人在这个脸书就批评她 你知道青少年就很介意自己的面子 青少年是非常介意自己的面子 在面书上一说出来 很多人都看到了 因为特别放在公众的地方 很多人都会看见 所以她就忙着解释这件事 所以她就忙着去解释这件事 有很多人会回覆她 她又会回覆别人 那很多人就回覆她 那她要回覆过去 搞到晚上两点钟还没睡 弄到凌晨两点还没睡觉 这个时候她妈妈醒了 这时候刚好她的妈妈睡醒了 看到这女儿房间的灯还亮 电脑还在亮 走过去一看 就走过去看看 女儿还没睡觉 还在电脑上 发现女儿还没睡觉 还在电脑上忙 你猜妈妈会说什么呢 你觉得这妈妈会说什么呢 出于爱心她会说什么呢 出于爱心她会说什么呢 这么晚还不睡 你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 明天要上学啊 你这么晚才睡觉 你这么晚才睡觉身体搞坏啊 你猜女儿听了之后 会怎样感受呢 你觉得这个女儿听了之后 是什么感受呢 多谢妈妈 她会这样说 谢谢妈妈 我看到有些人都在摇头 我们看到当中 很多人都在摇头 不会这样回答 妈妈是不是出于爱心 妈妈是不是出于爱心去讲 她讲的有没有道理 她讲的有没有道理 都是有的 都有道理 但是不合听 但是这个时候不中听 为什么这时候不中听呢 因为她不知道 女儿在发生什么事 因为她不知道 女儿当时在面对什么情况 她只是把她表面看到的情况 做了一个结论 她只是把她表面看到的情况 做了一个观察和结论 她所讲的说话 其实不是她女儿需要 她所讲的 其实并不是她女儿 当时需要去听的 她女儿需要的是什么 是妈妈的了解 女儿需要的是什么 是妈妈的了解 什么事 今晚还没睡 什么事情 这么晚还没睡 听完之后 你当然很不舒服 听完之后 可能会回答说 那你听 那你一定很不开心吧 所以你搞到今晚 还在解释 所以你弄到这么晚了 还在网上去解释 我知道都是不容易的 我知道真不容易啊 那你这个女儿听到这样 会怎样啊 你觉得女儿听到这样的话 心里什么感受啊 就觉得妈妈明白我 觉得妈妈明白我 这个爱是在我的位置 来顾到我的事 因为她听到妈妈 是站在她的立场上 照顾她的心情 听到一个例子 再多一个例子好吗 某一个朋友她已经退休了 周老师有一个朋友 已经退休了 她想起她中学那一年 她哥哥拍拖的事件 她想起很多年前 中学的时候 她的哥哥谈恋爱的事情 她的哥哥中学 最后一年 就和一个女同学拍拖 她的哥哥在中学的时候 有一年就是和女朋友恋爱 中学一毕业 女朋友成家就移民去美国 结果中学一毕业 女朋友全家就移民去美国了 当时出国的人很少 当时出国的人很少 她的哥哥在香港 也读完中学 但应该没有什么升学机会 那这个哥哥在中学 读完中学之后 就应该没有再有机会 往上读了 当年香港只有两间大学 因为当时在香港只有两间大学 很难入的 是非常难进去的 她的女朋友飞到美国 美国有三千所大学 但是女朋友飞到美国 美国有三千所大学 随便选一间大学都可以 随便读一所大学都可以 随便读一所大学都可以 所以她女朋友是继续往上走的 所以这个女朋友 她会继续往上走 但是这个哥哥 可能就是要找份工作做 而这个哥哥就要出来做工了 当年也没有这些手机 电脑 没有这些东西 那当时通讯不发达 没有电脑 手机这些 你以为她们的关系将会怎样 你认为她们的关系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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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朋友去到飞机场 女朋友到了飞机场 哥哥就去送飞机 哥哥去送飞机 回到家 回到家 忍不住 失声痛哭 回到家 就忍不住放声痛哭 这个时候她的爸爸说什么呢 这时候她的爸爸在讲什么呢 哭什么 哭什么 用什么要哭 哭什么哭 男子大丈夫 何患无妻 男子患大丈夫 何患无妻 前面有个天下何处无荒草 还要说天下何处无荒草 你按下去就可以了 这句话也挺有意思的 这句话蛮有意思的 爸爸看到儿子痛苦 爸爸都不舒服了 爸爸看到儿子痛苦 爸爸当然心里也不舒服 他也想关心儿子 他也想关心儿子 鼓励一下儿子 想给儿子鼓励打气 好 你猜这句话是不是儿子需要呢 你觉得这句话是儿子需要听的吗 有没有安慰到儿子呢 有没有安慰到儿子呢 有没有帮助到儿子呢 有没有帮助到儿子呢 我一个朋友已经退休了 他的朋友已经退休了 他说起这件事 心里还是不舒服 说起这件事情 还是心里面不舒服 我哥哥痛苦失恋 他说我的哥哥当时痛苦失恋了 爸爸的表达完全去不到哥哥的位 而爸爸的表达完全都不在哥哥的立场上 不如讲多一个例子 我就讲完这一部分了 我们再说一个例子好吗 有一个顾客向一个直销员 就说他所买的护肤产品不好用 那有一位顾客向一个直销员 就抱怨所买的这个护肤产品不好用 那直销员怎么回答他呢 那这个直销员怎么回答他呢 这个产品很好的 这个产品非常好 你放心吧 很多人买了都没问题的 你放心吧 很多人买了都没问题 好 那这个直销员他所说的是 在服侍着谁的需要呢 那这个直销员他所说的 其实是在帮助谁的需要呢 大家心中都有数 大家心中都有数 这个顾客觉得护肤品有些问题 这个顾客觉得用的护肤品有问题 可能皮肤有些过敏 可能皮肤过敏 所以他想和直销员来关心我的问题 他想跟这个直销员表达 需要他来关心他的问题 但是直销员的回答是关心了产品的问题 但是直销员的回答去关心了产品的问题 所以我们人际之间呢 其实我们有没有去对方的位置 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学习 所以我们在人际之间 有没有站到对方的立场来回应 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今天讲到第三大段 那我们来说说第三点 如何提升这种能力呢 怎样来提升这种能力呢 我们来看两段圣经 我们来看两段圣经 在路上福音第九章 耶稣说 若有人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去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我们一跟耶稣的时候 就要学这个功课 其实我们跟从耶稣就是要学这个功课 这个舍己的功课 当年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就不明白这个说话 周老师当年信主的时候 不明白这个意思 信耶稣是得好处的嘛 信耶稣是为了得好处啊 为什么要舍己呢 好像这个跟我的想法不同 这个想法好像跟他想的不一样 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来做这个学习 这个功课 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来学习这个功课 因为神是我们所信的神 是一个分享的神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 是一个愿意分享的神 将自己的好处跟别人分享 把自己的好处跟别人去分享 想到别人 所以这个舍己功课是需要学习的 所以这个舍己的功课是需要学习的 另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 另一段圣经是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耶稣说 尚在我里面的 我尚在他里面的 这人就多结果子 圣经说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我们的生命要多结果子 归荣耀给神 我们的生命要多结果子 归荣耀给神 怎样才能做得到呢 除了读多些圣经 和多些祈祷 够不够呢 如果只是多读圣经 多祷告 够不够呢 那些都是很好的 那些也是很好的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耶稣给我们的秘诀 但是耶稣给我们的秘诀是什么呢 但是耶稣给我们的秘诀是什么呢 时时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常常在我们里面 耶稣就常常在我们里面 我有个学生 他说 他老公第一句说话就是 老婆今晚吃什么 第一句话就是 老婆今天晚上吃什么 好 那调回来 妻子见到丈夫回来 妻子会说什么呢 那我们来调换一下 如果太太见到丈夫回来 第一句话讲什么 老公你回来正好 刚才两个儿子打架 哎呀老公你回来正好 刚才两儿子在打架 帮忙开桌子 帮忙开桌子 布台子准备吃饭 两个人在哪个位置说话 两个人在什么位置讲话 我儿子读中学的时候 他和他家子轮流洗碗 在周老师他的儿子读中学的时候 他是跟姐姐一起轮流洗碗 有一天晚上 儿子去睡觉 没有洗碗 第二天晚上 儿子就先去睡觉 没有去洗碗 我第二天看到碗 还放在那里 第二天早上看到这些碗 还是堆在那里 后来儿子就醒了 在楼上下来了 接着儿子醒来了 从楼上下来了 你以为我第一句话说什么 那你认为爸爸第一句话 应该讲什么呢 为什么没洗碗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的天性就是先关心我关心的事 我们的天性 第一句话就是 会关心自己的事 如果心中有对方的话 如果你心中有对方的话 哦 儿子昨晚你有没有睡得好吗 那第一句话应该是问对方 儿子昨晚睡得好吗 今早有点冷啊 你没有脱衣啊 今天早上有点冷啊 要不要多穿一件外套 先关心他 先关心他 然后再关心我关心的未洗碗 然后才关心 他要关心的就是这个碗 怎么还没洗 好 我来个总结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我的妻子放工回来的时候 周老师的太太师母下班回家 如果我在家 我就听到车声 如果他在家听到车声 我要放下我自己手中的东西 他会放下手上的东西 这是我给自己的要求 这是周老师给自己的要求 放下我手上电脑的工作 放下手上电脑前面的工作 或者我在煮菜 我炒放下锅铲 或者在煮饭也放下锅铲 关掉火 去门外面欢迎他回来 帮他拉开车门 伸个手 帮他拿手中的公事包 帮他伸手 帮他拿车里面的公事包 还说欢迎公主回来 然后跟他说欢迎公主回来 我们每一个姐妹都是公主 我们每一个姐妹都是公主 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万王之王 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万王之王 我们是王的女儿是不是公主 那么王的女儿是不是公主 我们是王的儿子 我们是王的儿子 所以我叫他公主 没有错 所以他叫他太太公主 有没有错 还要再轻叹一下 甚至我辛苦你了 我们心中要有对方 我们常常在耶稣里面天天操练舍 我们要在耶稣里面天天操练舍 在对方为止说话 站到对方的立场去讲话 学习爱的实践 还有生命的操练 这是一个生命的操练 愿神祈福大家 我们继续 我们接下来时间也交给周老师 来介绍一下他的课程 对我们来听一听周老师 他其实办很多课程 我也讲一个小广告 周老师的课程呢 我是自己有读过两次的 每一次要读全年 那读了全年第一次之后 就可以无限次的循环免费去读 所以我就贪便宜 我又去读了一年 所以光是周老师的课 我从头到尾读了两年 那我讲一个小小的广告 周老师他是定期 去run一些 course 教一些课程 就是人质的关系 那这个课程呢 是全年一年就读完的 那四个term 如果你读完第一年之后 交了第一年的钱之后 你就可以无限次的循环去读 那我就很贪心 所以2007年的时候 我读了一次 全年读完 2014年的时候 我又去读了一次 又去读完全年的 所以只是周老师的课 我自己都读过两年的 是的 很推荐这个课程 请周老师介绍一下 周老师您介绍一下 周老师您介绍一下 您的课程 是有翻译吗 翻译吧 就是我们有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在当中 其实现在有两个同学 回来上第三年 我们今天在他的课程当中 其实还有学生 已经回来上第三次这个课程 这个关为辐读及人制关系课程 是我2006年来到澳洲 是开始办的 那这个课程是周老师 是在2006年来到澳洲之后 他来办的这个课程 我就是在政府 注册了澳洲人制基建的这个机构 那么这个澳洲人制基建 是政府注册的这个机构 我当年在美国读心理学 和后来读辅导学 那周老师当年是在美国读的心理学和辅导学 因为我见到我们华人的家庭 是那个婚姻和家庭的问题 是紧跟着西方 很多的离婚 很多的单亲子 因为周老师发现我们华人的家庭 也在紧跟着西方的这个趋势 就是很多的离婚 变成很多单亲的孩子 单亲的家庭 我就觉得如果神用得着我 所以他就祷告 他说如果上帝你能用得着我 我愿意读心理学和辅导学 去帮助这些家庭 我愿意去读心理学和辅导学 去帮助这些家庭 所以我读完心理学之后 我就想想去哪里读这个辅导学好些 然后读完了心理学就想 那我去哪里读这个辅导学 后来我就决定选择 在美国浸信会西南神学院 读这个辅导学 于是就去了美国进行会神学院 西南大学来读这个辅导学 所以我的训练是有神学和辅导学 所以周老师的训练 有神学、心理学、辅导学三方面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 2006年来到这里 见到这里很多个华人教会 来到悉尼2006年的时候 看到这边有很多华人教会 见到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很有心想做服饰的工作 他们这个服饰的心是非常之好 服饰的心很好 我就想如果我给多些装备 会更加帮助他们 所以就想如果可以给他们 再多一点训练装备的话 那他们就会更好了 所以我就成立了这个佛程 于是就成立了这个课程 在当年我在香港 帕德里神学院教辅导系的时候 他当年在香港 是在伯特利神学院教辅导学 我就将这个课程修改了 于是就将这个课程 也做了一些调整修改 成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 成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 在这方面服侍大家 所以在这方面来服侍大家 那现在是因为疫情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线上的课程了 由于疫情的关系 原先线下的课程 现在都转为线上 那课程的效果就是 帮助教会关顾 亲子关系 婚姻关系 冲突处理工作合作 人制关系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可以在教会关顾 也提高亲子关系 婚姻关系 做冲突处理 工作合作和人际关系 介绍一下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是 蓬佩辅导和人际关系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是 蓬佩辅导和人际关系的课程 蓬佩辅导就是 你不需要读深奥的理论 蓬佩辅导就是说 你不需要读深奥的理论 你也不需要做功课 考试或者实习 你也不需要做功课 考试实习这些 但你所学的东西是和专业一样 但是你学的东西其实和专业的是一样的 但是要求不是那么高 但是要求没有那么高 好 是结合近代的心理学和辅导学的研究精髓 也是结合近代心理学和辅导学的研究精华 因为心理学和辅导学有很多理论 因为其实心理学和辅导学有很多理论 我将抽出一些最容易消化的给你们 我抽出一些最容易消化的实用的给大家 也同时教授人制关系 处理矛盾分歧 提升爱的连结 也教授人际关系 处理矛盾分歧提升爱的连接 增强心理健康和基督徒的灵命 会出爱的实践 也增强心理健康 并基督徒的灵命 活出爱的实践 理论和实践是并重的 提升对自己的了解 明白对方行为背后的深层意义和动机 参加者可以提升对自己的了解 也明白对方行为背后的深层意义和动机 学会作有效的沟通回应 学会建立融洽的关系 也学会建立融洽的关系 并且有效的影响别人 也并且可以学会有效的影响别人 课程总共四期每期有八课 课程一共是有四期 四个term 每一期是有八课 有些同学上完之后 有些回响给大家知道 那我们这边的学员读完之后 是有feedback的 很实用 很容易掌握课程 能够认为在工作 教会和家庭等不同的环境 它是很实用 很容易掌握的课程 能应用在工作 教会和家庭的不同环境 我会做一个善于交流和关心的人 可以帮助我传福音 可以学会做一个善于交流和关怀的人 能帮助他去传福音 学会讲话可以表达中言而不逆矣 可以帮助我们学会说话 表达中言却不逆耳 感谢主去你的课 就保住了我和子女的关系 也有人说感谢主 因为上了这个课程 就保住了和孩子们的关系 另一个女学员说 早几年参加这个课程 我就不至于离婚 还有的说 如果早几年参加这个课程 就不至于离婚了 另一个说 当我学习开线的时候 充满了对人的怨恨 在开头学习的时候 充满了对人的怨恨 受伤无助 寸不过气 对人的怨恨、怒气、受伤无助 感觉他喘不过气 更是 这个课程我学习到 意想不到的医治 但是没有想到 读这个课程 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医治 不但伤口被包扎 而且慢慢康复 不但伤口被包扎 也渐渐康复 也重拾了对神对人的爱心 也重拾了对神对人的爱心 感谢你这个课程 比我宽广的世界 也感谢神 因为这个课程 有了一个更宽广的视野 可以粗连舍迹 在生命当中 是有方法可以行的 可以在生命当中 学习操练舍迹 有方法可行 最后这个同学的 我想讲一讲 最后这个课 这个同学的想讲一讲 我就直接读 不用翻译了 因为大家也看得见 对的 最近我收到一个这样的 他说 昨晚听到你的课 感触颇深 纠结多年的委屈 终于找到了源头 假如再早点认识老师 就是这个课程了 其实 相信我的生活 就不再是那样了 三天一大吵 两天一小闹 鸡飞狗跳 虽然 惋惜 认识老师有点晚 但是很感恩 终究上了课 四期的课程 为我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 衷心的感谢你 上了这个课之后 我家的生活状态 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少了争吵多了强额 我也不再抱怨和委屈 会留一摊的情绪 给予适当的安抚 当我自身发生变化的时候 身旁的人也在改变 大家都受到益处 这是多奇妙的恩典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课程的 国语班和语班的资料 那我们现在的课程的资料 都放在上面 国语班、粤语班 六月初开始 六月初就会开始 那你可以用手机掃描 可以从任何一期开始的 其实它是循环的课程 所以可以从任何一期开始 如果你没有手机 你可以记住六个中文字 如果你没有手机 你可以记住六个英文字 中文字 澳洲人制基建 你就可以去搜索澳洲人际基建 这个机构 就可以找到 这个就是网页里面有课程 这是周老师机构的网页 里面就有各种课程 好 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 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赐福 谢谢周老师